其实之前去非洲拍旅游的时候 都尝试过被人整个相机袋偷了 当时没有那么违意要怎么去选保险 但是回到香港发觉原来买那份保险 最终只是收到很少钱 那次之后就醒目了 真的知道其实旅游保险 真的要细心选过才知道 谁适合自己和赔偿得最多 其实之前也看过消委会有些报告 其实都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保险之前 清楚哪些才适合大家的才去买